龙珠潮,前任破坏神登场,串通扎马斯,悟空与第七宇宙危机降临。 轰轰烈烈的力量武道大赛终于结束,悟空复活其他消失的七大宇宙的愿望也实现了,然而伴随住的。 是所有人的复活,不光是七大宇宙,连曾经被拳王干掉的人也复活了,甚至远古时代的厉害角色也一个一个复活。 这次全宇宙所有人的复活,势必造成一场血与腥风的战斗。 今天我们就看看第七宇宙手刃破坏神黑狗复仇集。 黑狗最记恨的就是比鲁斯,作为曾经是他手下的比鲁斯竟然解替了他的位置。 黑狗认为比鲁斯是个叛徒,为了解替自己不择手段害自己除名。 如果不是这次复活,恐怕要永远地消失在这宇宙了。 刚复活的黑狗就开始拉帮结派,找到扎马斯和黑悟空,三人结盟,去找比鲁斯报仇血恨。 原来黑悟空跟比鲁斯也有仇,黑悟空和悟空是死敌,而悟空和比鲁斯是一伙的。 如果不是他们,黑悟空也不会消失。 同样心怀怨恨的三人在复活不久就来到了第七宇宙,找到比鲁斯。 虽然比鲁斯知道可能会见到以前的宿敌,可是他不知道还有曾经的上司,远古时代的黑狗。 看住来世的三人,比鲁斯知道今日一战必不可少了,不管如何,恐怕他都会凶多吉少。 三人打一人,即使他再厉害也打不过,更何况,黑狗的实力可是在他之上,比鲁斯此时想要搬救兵可是却已来不及。 黑狗率先出手,三下五出二就把比鲁斯打趴了,比鲁斯重伤。 毕竟咱们得黑狗外貌是狗,比鲁斯外貌是猫,光从外貌上讲,猫也是打不过狗的,哈哈哈,调皮了一下。 实质上是黑狗作为远古时代的破坏神,实力本来就比比鲁斯要厉害。 这次不光是黑狗,扎马斯和黑悟空也落井下石,在比鲁斯已经重创的基础上再次出手,可怜的比鲁斯已经没有力气反抗。 接下来目标将会是悟空和第七宇宙,危机再次降临啊。 最后,三人组将比鲁斯打了只剩最后一口气了。 有点小心疼比鲁斯,最后七月份的龙珠动画你会继续收看吗? 欢迎留言点赞收藏,喜欢动漫的可以关注一波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!